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見日談 我是艾楚怡 俄烏衛衝突下 拜登政府的大量精力被牽制在歐洲 而中東近期暗流湧動 埃及 阿聯酋 以色列罕見舉行三方會談 沙特 也門擦槍走火 俄烏衝突對中東地區產生哪些影響 今天我們邀請到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研究院院長 李少仙先生做點評和分析 首先通過新聞短片了解一下相關背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以色列外長拉皮德 和阿聯酋 巴林 摩洛哥和埃及的外長 28日在會議舉行前拍攝大合照 會議前一晚在以色列南部斯德伯克舉行 出席外長會的阿聯酋 巴林和摩洛哥 近年才與以色列關係解凍 而這次歷史性會議舉行之際 拜登政府可能很快和伊朗就恢復2015年 和協議達成共識 以色列和多個中東國家擔心 美國會出賣他們的利益 布林肯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強調 美國及其盟友將共同應對伊朗的威脅 相對於以色列與阿拉伯多國改善關係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和平進程仍停滯不前 布林肯指 2020年促成阿拉伯國家 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 不能用來解決巴以衝突 但他沒有提出任何恢復巴以和談的計劃 埃及外長舒克里重點強調了 巴勒斯坦參與中東和平進程 以及推動巴以問題兩國方案的重要性 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達也在發言中再次強調 摩洛哥支持一兩國方案解決巴以問題 不過同時也會考慮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李先生 您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剛剛結束 為期五天的中東執行 相信這個俄污問題肯定是繞不開的一個話題 我們就看到外媒評價說 美國急著拉攏中東卻被潑了冷水 好像中東國家不再為美國馬首是瞻了 您如何看待這背後的原因 布林肯這次去中東訪問 26號到30號 他不是說繞不開的 說去談這個俄污衝突 俄污衝突就是主題 他就是衝著這個去的 其他的都是陪襯 就是為了營造這個中東這些國家 那麼跟著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而營造的氛圍 比如說他還去了拉姆安拉 去見了阿巴斯 見了巴勒斯坦的領導人等等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你說布林肯遲了這個 遇到了冷遇啊什麼的 差不多 可以說是形容的還是 還是這個差不多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可能還記得 10多天前就在俄污衝突起來之後的那個美國推動 就是全面制裁羅斯的時候 拜登曾經打電話給沙特阿拉伯的國王 同時打電話給阿聯酋的王儲 就實際掌權的王儲 馬哈默的王儲 但是這兩位領導人都沒接電話 大家知道美國總統打來的電話 東東這些國家不接 這是歷史上 我還沒見過 就是說不接這個電話 你可以想見 那麼顯然是吃了閉門羹 那麼緊接著呢 實際上又是美國又派這個 約翰遜就英國首相 英國首相其實是為美國圍繞這個制裁俄羅斯去的 那麼又專門去了這兩個國家 你不接電話 我直接去見這兩個領導人 核心的議題和這次布林肯去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要知道中東是美國盟友比較集中的地方 除了歐洲之外 中東應該是美國盟友最集中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有它最親密的盟友 就是超過北約的盟友 以色列 有它北約的盟友 土耳其 有它僅次於北約的盟友 卡塔爾 就前不久 美國剛剛宣布卡塔爾 美卡關係 是僅次於這個北約的 總盟國關係 就是總北約成員國這樣 還有沙特阿拉伯阿聯酋 這些是美國的在中東的盟友這樣的關係 就這麼集中的地區 那當然是美國要圍堵俄羅斯 它是必須要爭取的地方 或者是必須要跟著美國走的地方 按照美國的這個要求來講 所以這次布林肯實際上是衝著這個來的 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其實中東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跟著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是 包括以色列 大家可能看到了以色列在俄欧衝突起來之後 以色列的總理還跑到莫斯科去 當然他進行條件等等這樣 那麼土耳其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 但是並不制裁俄羅斯 那麼而且土耳其在雙方 一直當這個調停人的角色 一直是調停人 土耳其 實際上對於這些國家來講 如果這樣做的話 相當於對俄羅斯落井下石 但是這些國家都沒有做 都是做有成效的 特別在油價低迷的時候 沒有他們的合作 這個油價是回不來的 所以這是符合產油國的利益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包括薩特這種負擔非常重的 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破壞 他們和俄羅斯之間的這個傳統的 在油價這個協調方面這樣的關係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中東這些國家 美國這麼多盟國不跟美國走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一次這個衝突 他們認定美國本來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 那麼經過俄羅斯衝突以後 美國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到了俄羅斯衝突上 那麼在中東的投入會更少 所以他們心裡想各自這個各自的 有自己的謀劃自己的利益 自己國家的利益安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更不願意去得罪俄羅斯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布林肯應該說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冷遇 並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美國想要組建這個中東反俄聯盟 看來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絕對不可能的 那你覺得這場俄烏衝突對中東來說 造成多大影響 對中東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可以這樣說 它表現在三個方面 那麼一個方面 這次對中東國家的利益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當然這個衝擊是兩方面看 因為我們一說中東 就覺得中東都是產油國富的流油 那麼這次肯定受益 但是實際上產油國並不多 中東按照我們中國的這個概念的話 中東就是地中海東安西亞這一塊和地中海南北非這一塊 那麼在中東這個就中國這個概念裡頭有八個產油國 你比如說伊朗 伊拉克 沙特 阿拉伯 阿聯酋 卡塔爾 還有這個摩洛 阿爾及利亞 利比亞這些國家 可維特 那麼這八個國家油價的高漲 當然是符合他們利益的 但是中東大部分國家是沒有油氣的 沒有油氣的國家 那麼一桶石油翻了倍了 大大的增加他們的財政負擔 這些國家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一個 在一個中東國家基本上糧食都短缺 最典型的就是埃及 埃及一億以上的人口 埃及的這個老百姓 就是阿拉伯世界老百姓 他主食是這個大餅 就小麥 對 麵粉 這個埃及的麵粉50%來自於俄羅斯 來自於烏克蘭 對 大家可以想見現在這樣一個局面 他們受到極大的衝擊 埃及這個糧食價格的高漲 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短缺 實際上是會給它帶來危機的 所以這是對中東國家一個巨大的衝擊 那麼第二個衝擊呢 就是對他們 美國對他們施加壓力 要求他們制裁的老百姓 這些國家都躲 你看電話不接或者能那個什麼的 基本上都是一個出於 比較中立的一個態度 基本上是中立的 其實中東國家的中立有代表性的 大家給人的印象好像現在全世界都在制裁俄羅斯 其實不是這樣的 真正制裁俄羅斯的大概就30多個國家 就是美國為代表的那個西方國家 我們可以說是基本上都是西方國家 所有的非洲國家 所有的南美國家 絕大多數絕大多數是亞洲國家 沒有國家制裁俄羅斯的 中東清一色的沒有制裁俄羅斯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加大對他們的壓力 美國是很厲害的 你不制裁的話呢 那我要制裁你 這樣的 所以給他們造成很大的控制 這是第二個方面的挑戰 第三個方面挑戰 就是我剛才已經講到了 其實他們感覺到了 自己安全利益受到的威脅 因為美國進一步要減少在這個地方投入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為什麼中東動不動搞峰會啊 剛才那個小片裡提到了 你比如說那個埃及的塞西 還有那個以色列總理 還有阿聯酋的王儲 這不是在那個薩姆薩伊赫搞了一個峰會 在這個時候以色列又搞一個峰會 就把這個布林肯請來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峰會 就是真正的峰會 在四國就是埃及 約旦 伊拉克 阿聯酋 在亞克巴 就是在約旦的亞克巴這個小城鎮 來開了一個四國的這個峰會 這是真正的峰會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舉動呢 就是大家都感受到了 美國進一步撤離中東 而且大家對伊核協議恢復 都有準備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 大家需要利益上的這個重組 需要平凡的需要進行這個商討 那您如何來看待未來這個世界能源供應的穩定呢 我覺得這樣就是儘管現在美國推動全世界制裁俄羅斯 但是我認為啊 實際上把俄羅斯的油氣 完全撇除在世界市場之外 這個是不現實的 也就是說現在世界上沒有那個能力 來填補起這個俄羅斯 特別是這一天 將近一千萬桶石油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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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額 當然美國現在是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了 來來來來填補這個虧空 包括美國派代表團去委內瑞拉 那就是像委內瑞拉唯逼利優吧 希望委內瑞拉這個增產啊 來填補這個 包括加速這個威爾納談判 希望伊朗的石油流入到市場來等等 包括最近 就是拜登簽署了這個總統令 每天向市場釋放一百萬桶 戰略石油儲備 對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 歷史性的 都是為了填補這個俄羅斯這個缺口 但是實際上是填補不起來 能起到多大作用 還是說就是象征性的 我覺得能起到一定作用 它因為你不能讓這個油價 這個持續的繼續飆升 所以它不得不向市場投放 再一個從市場的心理上來講 給大家一點安慰這樣 但是完全填補是不可能 特別是對某一區域 比如說歐洲 歐洲對俄羅斯的天然氣的這個 依賴是太重太重 超過40% 對俄羅斯的石油的依賴 超過27% 煤炭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30% 40% 所以在這麼樣的情況下 完全把俄羅斯排除這個 這個市場之外 我覺得是不現實的 好 先謝謝李先生點評分析 新聞近日談 稍後繼續 新聞近日談 歡迎回來 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 中東產油大國之間的博弈又開始了 不久前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 對野門胡塞武裝進行空中打擊 在此之前 沙特指認胡塞武裝 對沙特的油庫進行導彈襲擊 據多國聯軍發言人表示 胡塞武裝稍早前的襲擊 造成兩個油罐被燒毀 好在沒有人員傷亡 但導致產能短暫下降 知情人士透露 被轟炸的油庫原油儲備充分 供油量佔沙特總供應量的25% 一直以來雙方之間的較量十分的頻繁 互徵導彈早已見怪不怪 最新消息顯示 多國聯軍宣布 為回應聯合國關於穆斯林 摘月期間停火的呼籲 決定暫停開展軍事行動 據悉 今年的摘月 從當地時間的4月1日開始 李佳 您認為這次沙特 跟野門之間的衝突 背後的導火索是什麼 他是這樣 這個衝突已經是曠日持久了 沙特在2015年3月份 組建了阿拉伯聯軍 10個國家組成軍隊 干預野門這個內部的 怎麼說呢 這個風箏吧 可以說它內戰 因為呼賽武裝把這個野門的 哈迪政府趕出了這個沙納首都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 沙特率領聯軍進入了野門 進行干預 這七年多來 可以說這個仗打得怎麼說呢 基本上現在處在一個 拉鋸和僵持的階段 短期內我們看不出能夠 封出勝負來 那麼呼賽武裝仍然在北部 野門的北部 牢牢佔據著空子的地位 這麼樣的情況 這七年多來的這個僵持 呼賽武裝當然從這個 它力量是不對稱的 10個阿拉伯聯盟的軍隊 來打一個人家說脫鞋兵 這個呼賽武裝 它就是民兵嘛 所以它實力是不對稱 不對稱它怎麼打呢 所以呼賽武裝就是非對稱的 用不斷用無人機 不斷用導彈 不斷用火箭 來對沙特阿拉伯境內的目標 進行騷擾 那麼通過這樣一種這個攻擊 迫使沙特這個來談判也好 或者說這個被迫停戰等等 這是呼賽的一個主要的這個手段 所以這麼多年來 它一直在這樣的用 那呼賽不斷地去攻擊沙特的這個目標 特別是攻擊它的石油設施 曾經在歷史上造成過油價的這個 井棚式的送件增的這個上升爆發 有一次好像2019年 呼賽武裝 曾經這個襲擊了沙特兩個重要的石油設施 一個呢實際上就有點類似這一次打中的一個 沙特儲油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基地 結果引發了那個油價當天送年的暴漲的這樣一個局面 那麼現在呼賽武裝對沙特的攻擊呢 那當然對現在的油價 世界油價現在高漲100多美元 最高這個幾乎要達到2014年最高水平了 接近了140美元一桶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 野門呼賽武裝對沙特的攻擊 特別石油設施的攻擊 對油價來講可以說火上澆油 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那麼沙特為什麼這個前幾天 聯軍攻擊了沙納的目標 就是狠狠的呢 實際上是對呼賽武裝前一天 對沙特石油設施攻擊的一個報復 從現在來看 如果他們惡性循環繼續下去的話 那世界不得安寧 那油價這個隨時會大起大落 您覺得中東的這個火藥桶有沒有可能再被點燃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實際上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這也是很少見的 在沙特聯軍攻擊了 就是呼賽就是報復了呼賽之後 呼賽沒有再進行反報復 而是突然單方面宣布 停火三天 當然這個背景是馬上要進入摘月了 大家知道穆斯林實際上有摘月停火的 這樣一個就是歷史上有這麼樣一個慣例嘛 所以它順應這個慣例 所以呼賽武裝單方面停火三天 這個背後是將耐人尋味的 我自己認為這個有伊朗的因素在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現在維也納談判 現在出在一個非常敏感就是 是靈門一角的這樣的時刻 伊朗顯然不希望在這個時候 把這個火藥桶進一步點燃 來這個影響到這個維也納這個談判 呼賽武裝不僅宣布停火三天 而且這個向沙特喊話 說如果說阿拉伯聯軍就沙特為首的 能夠這個響應停火 不再攻擊呼賽武裝 像薩娜啊什麼的 那麼呼賽武裝願意把這個三天的臨時停火 持久化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沙特這邊也給以積極的回應嘛 說是響應號召 當然他不承認是響應呼賽的號召 他是響應這個國際社會號召 摘月停火 他現在宣布停火 所以我覺得這個苗頭還是不錯的 就是藉這個摘月的這樣一個 這個由頭啊 雙方把這個戰火至少暫時停下來 對當前這樣一個 國際能源市場這樣一個局面 我覺得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那您覺得拜登政府會怎麼調整他的中東政策呢 我認為是這樣 從目前的情況看 布林肯跑到中東來 一方面有安撫的作用 這個安撫就是大家都擔心 美國進一步遠離中東了 是吧 有安撫的作用 就是美國他飛過來 而且著急這個所謂的峰會啊等等 他也是營造一種氣氛 就美國不會走 美國仍然是在中東 這算是重返中東嗎 當然遠遠 不可能再重返中東了 就是美國再加大力量投入中東 現在他力不從心 他不會這樣的了 但是是一種安撫 第二一個呢 其實我覺得布林肯這次來 就是同時要做工作 就是我們說的 因為畢竟在制裁俄羅斯的方面 他需要中東這些產油國的來配合 那麼這些產油國特別是阿聯酋 總體來講 他們還是給美國以面子的 至少從表面上等等這樣 所以不能說他一無所獲 他來嘛他肯定有他的目的 你要說他完全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還是應該有所收穫的 這一次他還達到了一個什麼目的呢 就是進一步安撫以色列 越是維也納談判臨近突破呢 以色列越來不住 所以這個其實會干擾美國的這個大政方針 所以布林肯這次來給足了以色列面子 那麼以色列借機 就是借這個布林肯來訪呢 組織了這個峰會 所謂阿拉伯就是亞伯拉罕協議 搞了一個很大的峰會 說這個歷史性的等等 而且把這個這個焦點 就是大家關注焦點 往這個伊核問題上拿 實際上大家各有盤算 儘管以色列突出的強調伊朗的威脅 突出的強調伊核協議不好等等 但實際上參與所謂的這個峰會的 這些阿拉伯國家 當然他們一方面要迎合 以色列的這樣一個就是伊朗的威脅 但他們各自有盤算 和以色列想的並不一致 那您覺得美國這個安撫的作用達到了嗎 我想是這樣 安撫是要有真金白銀的 要有具體的行動的 因為美國的力量要回來 這叫安撫 你口頭上的安撫 外交上的表示 這些東西是安撫不住中東的 中東這些國家它都是要看你真金白銀的 就是美國的力量在怎麼樣的配置 他們我覺得從現在的情況下 各自在謀劃 我剛才一開始講到這亞克巴峰會 亞克巴這四個國家 阿拉伯國家 他們在謀劃什麼呢 他們在謀劃美國進一步離開中東 特別是謀劃伊核協議 維也納這個談判突破之後 阿拉伯世界怎麼樣的構建 符合他們利益的中東安全這樣一個格局 所以你看這個亞克巴呢 三個主要的阿拉伯國家 埃及 中間是約旦 然後是伊拉克 那麼他們為了這個阿拉伯世界 就是符合他們的安全利益 他們也擔心在美國進一步離開的情況下 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進一步上升 那麼特別是對伊拉克 所以他們三個國家 要構化一個安全的框架 那麼與此同時把阿聯酋拿進來 阿聯酋是有錢的國家 他能夠執著這樣一個框架的這個用心 所以亞克巴的峰會實質性更高一些 你從亞克巴這個峰會可以看出來 中東這些國家呢 自己不得不謀劃自己的安全利益 那就在美國進一步離開中東 伊核協議簽署在即 已經即將成為事實 這樣一個背景下 但是有分析聲音就認為說 美國離開中東 其實對中東來說是一種休養生息 你聽到這樣的說法 那當然美國要離開 我覺得對中東這個地區來講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中東之所以長期陷入這麼樣的中國 就是美國跟西方的小局 對 因為它是個決鬥場 它是一個大多 地緣博弈的一個重要的板塊 地緣博弈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舞台 美國要離開當然好了 但實際上美國 關鍵是美國不離開 不會離開 這是一個怎麼說呢 一個悖論 美國又力不從心 要不斷地從中東減少投入 就是用它的話講叫戰略手說 另一方面它又不會放棄中東 因為中東這個地方 地緣政治上的這個戰略地位 它這個重要性 美國絕對不會把中東 就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和美國不友好的力量 你比如說甚至伊朗 就不用說俄羅斯了 去把中東它的影響力在中東深耕發芽 美國是不會容許的 所以美國是絕對不會離開中東 但美國現在是持續地在中東進行力量收縮 這是一個現實 好 感謝李先生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見日談 明天見